在现场记者看到 黑色轿车停在路口 保险杠破损 电动车倒在斑马县附近 骑车人坐在地上 看一样腿受了伤 120急救车已经赶到了现场 骑车人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 对于这起事故 轿车驾驶人说的 跟骑车人说的不一样 那个灯嘛 那个绿灯 然后我这开车过去了 它弯一下就冲过来了 你是绿灯吧 那红灯我也不能闯啊 关键是 差点灯了吧 轿车驾驶人说 抢信号的并不是自己 而是电动车 当时自己是按绿灯正常行驶 电动车从一旁横穿过来 虽说它速度并不快 但是一开始并没注意到 所以才撞上电动车 速度也就是不到30万嘛 然后倒个脸 毕竟倒个脸的过一下就冲过来了 因为事故双方说法不一 骑车人又去了医院 交警在现场没有认定事故责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